加州新冠确诊数屡创新高 部分地区才刚刚开始放宽那些经济活动 又有许多被再次的收紧 而在加州以外的美国其他地区 确诊数也是节节上升 然而仍然有非常多的民众 不顾政府的呼吁和警告 从事许多违反防疫建议的活动 对于三号开始的国庆廉价 更有许多人是摩拳擦掌跃跃于世 我们湾区的华人观众 绝大部分都非常重视防疫 比起美国许多地方的民众 都更清楚染病的严重性 但是日子久了 还是免不了麻痹或者是松懈 我最近采访过不少捐赠医疗防护物资的活动 照说捐赠者与受赠单位 应该比起一般的社会大众 更清楚疫情的严重 但或许是由于居家防疫太久 大家见面机会太少了 许多参与这类活动的人 包括不同族裔的民间人士 政府官员 甚至医疗救急机构人员在内 大家一见了面 就非常热络地打招呼聊天 虽然大家都已经习惯戴上了口罩 也记得说不能握手 但是在很多场合当中 与会人士在私下寒暄的时候 都不太保持社交距离 有些人也为了舒适 而没有戴好口罩 日常生活也一样 亲友互访是日渐的热络 相约出游的人也越来越多 尽管大家在外头碰面都会戴口罩 可是在没有外人的场合 防疫措施往往都会被抛诸脑后 比如说这两天就有一篇新闻报道 有一个华府的社交名媛 日前在家开party 庆祝早先他们主办的 艺文活动的筹款成功 后来这位37岁的女主人 跟家人传出确诊 20多位出席者也相继确诊 引发了社交圈一阵的恐慌 有出席者表示 当天现场只有一位杂志的摄影记者 还有一位服务生戴了口罩 之前我跟您提过了很多次 人们在心理上会对于陌生人比较防范 觉得熟人应该不会中奖 但这种没来由的信任 其实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况且会在疫情严峻时刻 仍然经常出席公开活动 或者安排社交聚会的人 就算是因为工作需要 而不是欠缺防疫的意识 他们也会因为暴露在比较多人的场合 而比一般人更容易感染或者是待愿 国庆廉价到了 虽然湾区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当局 都取消了传统的国庆烟火释放 但还是有不少的民众 希望在这两天或多或少 安排一些短期旅游或者是外出活动 建议放松这几个月来 因为疫情而紧绷的情绪 在此容我再次提醒您 病毒不会挑人 疫情没有国界 熟人身上摘的病毒 跟路人甲乙饼身上的没有两样 不会因为它是您的熟人 风险就因此而减少 此外 许多经济活动的逐渐放宽 是基于民生经济的急迫需要 不代表疫情以及消退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您最好还是少出门 就算是跟熟视的亲友见面 也要保持社交距离等等防疫的原则 才不会让病毒有可乘之机 毕竟我们从新闻报导中得知 有太多太多不信邪而被确诊的案例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让自己乃至于身边的人 成为新冠病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